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歌《天空之眼》 很高兴又和大家分享飞行的经验 这一期是一期问答类的节目 不知不觉中,我做的大江域迷你系列的视频教程 已经出到第八期了 在全网很多个平台都有发布 朋友们也比较认可和支持 有些朋友遇到一些疑难的问题 也愿意在评论区留言提问 我看到之后,基本上都会在两天以内 给予一个认真的回复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么今天我抽了点时间 把前五期的视频里面的评论 认真地筛选了一遍 选出十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 和大家再深入地交流一下 算是对前几期教程视频里面的茶漏补缺吧 好,咱们进入问题 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叫鸟看媒体中国 他问遥控器的电池可不可以充满了电 长期存放,能放多长时间 遥控器这个电池比飞行电池可是皮身耐用的多 不用特意去关心它 那么如果你不飞 咱说遥控器,你充满电放那三月两月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至少说三个月半年 你咋也得给它来一次充放电 保持一下它这个电池的活性 所以大家还是更多的关系飞行电池 不要满电,保存超过十天这个事 遥控器电池这一块不用特别的去照顾它 第二个问题,这位朋友叫狼的一个狼 他问啊,内存卡用什么格式 迷你这架飞机啊,它隔卡隔出来的格式都不一样 小于等于32G的TF卡插到飞机里隔出来是什么呢 是FAT32格式 那么大于32G的卡插到飞机里隔出来的是EXFAT格式 这个是专门为大容量存储卡设计的一个格式 如果你在电脑里把它隔了 你可能隔出来一个NTFS这个电脑常用的格式 你还插到飞机里还不能用 还得重新隔 所以大家就记住了 用电子产品的这个存储卡 最好是把它插到这个电子设备当中 用这个设备的程序对它进行格式化 是最稳妥的 第三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Mr.Chi 他问拍视频的时候呢 是选2.7K还是选1080 帧率怎么选 其实大家都知道 2.7K肯定是比1080这个细节更丰富啊 它每一帧画面容纳的这个像素点也明显更多一些 那像更高的4K就更有这个优势了 但是这个mini只能拍2.7K拍不了4K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你拍完了之后 一般来讲是需要后期用电脑进行剪辑处理的 一般往视频网上传 我一般也都是用这个电脑这个网上传 所以就看你这个电脑的性能怎么样 非常不巧的是 我用的电脑性能不咋样 所以我也尝试过拍2.7K啊 真的是剪辑起来太费劲了 所以我呢一般就是拍1080P这个30帧的画面 对我来说一般意义上的和大家分享一些航拍的作品 这个格式就足够了啊 那么如果你后期处理的设备电脑什么的性能比较好 完全可以跟得上2.7K的节奏 那你还是应该拍2.7K 这个至少说有的时候 比方说你可以来一个剪辑的时候来一个局部放大 它的像素够 局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大之后呢 仍然可以保证清晰度 如果你拍摄的画面也以这个相对比较稳 比较唯美那种感觉为主的话 7030帧就够用了 那么如果你拍一些比较激烈的画面 比方说追车 拍一些车辆的宣传啊 这些相对比较刺激一点的画面吧 快速移动的 那么可能用60帧会更好 第四个问题呢 这位朋友叫DC不会轻易狗带 他问呢 我主要是拍照片 那么mini和air2差距大不大 然后呢mini能不能长时间曝光 先说曝光这个事啊 我记得最开始发布的mini这个固件版本 它是不能够长时间曝光 它没有手动模式 后来固件升级之后啊 就有手动模式了 你可以手动选择快门的速度 就可以进行长时间曝光了 因为这个可能主要就是夜间拍摄会更需要一些啊 那么当然也有曝光补偿什么的 那么单说拍照的话 这个air2确实是比mini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为什么 因为mini用的是2.3英寸的底儿 而air2用的是2分之1英寸的底儿 从面积上air2增加了一点 虽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但毕竟还是增加了 另外air2因为出的晚 它这个底儿的技术啊 也比mini的那个底儿要好一点 尤其呢它增加了像素 mini是这个3000乘4000吧 然后呢就是1200万像素 而air2呢打到了4800万像素 拍照片的时候呢 那4800万像素比1200万像素 它容纳了更多的细节 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算你把它缩土缩到同样的大小 这个air2这个照片 肯定也会比mini的照片更好一些 而且说实话 mini并不是特别适合拍照片啊 拍照片放到百分百元大之后呢 细节还是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以拍照片为主 那么选air2就还是更合适一些 第五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moke 然后呢他说是这架飞机飞不到宣称的30分钟 那么长时间 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啊 因为测飞机的续航时间的时候 是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的 是无风的情况下 然后飞机呢也不开拍摄就光飞 因为你拍摄也要耗电嘛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以这个比较低的高度 以大概4米每秒的速度平稳的飞行 这样的话呢是能飞到30分钟的 那么我们日常飞肯定是飞不到30分钟的 因为首先我们要拍摄就要多少多耗一点电 对吧 云台的运转呢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摄录部分的操作也都会耗电 同时最关键的是我们的飞行可不是就是平稳的 就那么飞啊 稳稳答答的一直就那么寻航 那是要进行各种的上升下降 然后来说各种操作 时快时慢时高时低 同时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对风进行抵抗 根据我的经验 迷你这架飞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应该能保证飞25分钟 就正常的操作 能飞到25分钟没问题 那么我们除去保留百分之二三十的余电 确保安全之外 真正能够用于可利用的飞行时间 应该就是在20分钟左右 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这个水平呢 按说已经算是业内比较领先的水平 算不错了 R2能飞34分钟 第六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小宁宁宁宁 他的问题啊 更尖端 他在室内飞迷你的时候呢 不小心撞到专业物掉下来 更不巧的是地上恰好就有一盆水 他就掉了水里了 然后呢 他赶紧把它捞出来 把电池拔出来 甩干净之后呢 用吹风机分别把它们吹干 然后就不敢飞了 问我咋办 那我说呢 捞得比较及时 可能进水还不算特别彻底吧 我们只能这么善意的想啊 然后呢 我劝他把这个飞机和电池啊 放到干燥的大米里 埋个一两天 因为干燥的大米有很强的吸水性 用大米把这个水缓慢的再往外吸一吸 暂时先不要急着去飞 那么经过一两天彻底的干燥之后 我们再把它组装起来 通上电 看一看它的反应 当然了 最稳妥的方法是把它 售后去处理一下 但是可能要花钱 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 你自己先试一下 如果能够连上这个摇护器 连上手机 有监控 各种云台操作什么的都行 那你就逐渐的一来点 最好到室外了 先开电机 看那个风扇转的顺不顺利 一点点的去尝试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先飞第一点 稳稳当当的飞 看一看它的反应 如果这些操作不行 或者说哪个步骤出问题了 那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去售后了 可能也就得花点钱了 那如果你买了那个随心换吧 就没有问题 就提现出它的价值来了 对不对 第七个问题是 酷提出来的 他说mini飞了五次 出现了两次需要指南针校准 正不正他 因为时间的跨度和地理位置上的跨度 比较大的时候 就必须对它进行一下校准 那如果时间和地理位置都没跨度那么大 短时间内 小范围的飞 发生需要频繁校准怎么样呢 主要就是周边的干扰比较多 常见的干扰 一种是金属 比方说在高架桥上 或者在楼顶 楼顶楼板底下 如果金属的那个钢筋比较密 或者说比较多吧 有可能会对它造成干扰 但一般楼顶没事 还有的时候是 有的朋友正好飞的时候 旁边是有变压器 或者是高压线塔 或者是旁边有一辆车 离车比较近 甚至说放到车顶去飞 这些情况 它都会对指南针造成干扰 总之就是通电和有磁的东西 还有金属的东西 都会对指南针造成干扰 这个不用太关心 只要它提示你校准 咱就校准就完了 它不提示你 咱就正常飞 第八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最近 他说前点上飞的比较爽 开了运动模式 然后飞机就一下不太听使唤 就碰到了房顶 还好抢救的比较及时 往上推杆了 然后只是擦了一下 飞先来之后再看 飞机底下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 然后没有损坏 还能继续飞行和拍摄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么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的第一架飞机 那个精灵4 就是在第一次使用运动模式的时候 出了事 撞到一个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上 撞了个粉丝碎骨 也确实是我当时比较火 人们在飞的时候 也是循序渐进的飞 先用平稳模式去试验 初步的练习 基本掌握之后 多用普通模式飞 在普通模式 基本能掌握了之后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比如说飞机 你可以先飞的稍微高一点 离障碍物远一点 再逐渐的尝试运动模式 同时特别要注意 运动模式下 刹车距离要延长 需要提前刹车 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第九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快乐的小葫芦 他说飞行的时候来电话 咋什么能不能接电话 接电话的时候 会不会断了这个信号 导致一些意外的发生 这个问题 我真的是也遇到过几次 首先我这人电话并不多 所以我平时也不太担心 我也不调手机什么模式之类的 就来电话了 不重要就挂 重要的话我就暂停飞行 让飞机在那悬停着 然后我接电话 接完了我再继续飞行 这个大家不要 有什么过度的担心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别打时间太长了 飞机都干没电了 就得不偿失了 是不是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叫0254 他说夏天温度太高 会不会导致它过热 直接就迫降了 那下面要是水 是公路 是树 就很恐怖 对不对 印尼这架飞机 最高的飞行的气温 环境温度是40度 应该说全国大部分地方 都不会有超过40度的热点 除了像 吐鲁环等各别地方之外 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有的朋友就说了 那你得考虑太阳 这个直接照射导致的升温 对吧 是 咱要考虑这个因素 所以对于飞机来说 它的温度管理就特别的重要 比方说夏天天很热 那么你无论是乘坐交通工具 还是开车 你在中途就要注意飞机的包 不要被太阳一直曝晒着 比方说有些朋友也不太在乎 就包入后备箱里 那开车的时候 你的空调冷气 只在前部成员舱有用 后备箱里一般是没有空调的 对吧 然后后备箱就会被晒得非常的热 可能里边有个四五十度 甚至是五六十度 都是有可能的 等到拍摄的时候拿出来 这个飞行器设备 本身就已经很热了 它在一飞 在一通过耗电 它在发热 那真的就有可能温度过高 导致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你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 相对音量的地方来运输 或者是来中途的保管 让它拿出去飞之前 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 然后飞完了之后 回来赶紧让它降温 或者说飞的过程中 你另两块电池 也放到音量的地方 不要把电池先给它晒热了 对不对 温度管理特别重要 只要大家脑子里有这个弦 稍微注意一下 一般来说问题不大 另外如果没有确实的必要 比方说有些工作之外 如果你能够自己选择拍摄时间的话 最好也能够避开证物的时间 飞机能受得了 人都不一定能受得了 在中了暑刻怎么办 对不对 好吧 这期的问答视频就录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